说到了花莲的在地美食 公正街的包子一定是一级战区 最老的店家已经有40年左右的历史了 第一代老板娘为了补贴家用 跟父亲一起摆摊卖包子 靠着真材实料造就了公正街包子的好名声 不后来因为店面被房东收回去了 这个始祖店就搬迁到旧址的隔壁 加上早期没有取店名 所以公正街的包子变成了后来竞争者 一起享用的名称 甚至有外地人还误以为说 他们是山寨店家 这也让老板女儿很不服气 坚持要用最好的品质跟口碑 迎回创始店的名声 花临公正街全台湾知名的包子巷 垂涎鸟鸟24小时不停歇 巷子内的美味有航阿来的好口碑 它的比例其实算蛮不错的 不会让你说觉得有时会吃的 皮会太厚95分 Aplus的好评价全来自全天厚运作的工作厨房里 小翻机里正要打的是招牌小笼包的灵魂内馅 猪后腿肉结实有弹性 肥瘦黄金比例7比3 是40年老店的基本配包 冷冻猪跟温体猪会不一样 吃起来这样的口感比较新鲜 比较好吃 真的有差 有差 肉原本的甜味会不占 冷冻猪跟温体猪价钱它很多 里面的配料有盐 味精 糖 还有酱油 香油跟麻油 还有姜 还有一个小小的我们周家的秘方 就是一般家庭生活上都有的 一般家里出发配油的 对 第二代包子达人周云云 说他们家的包子 其实没有什么太稀奇的秘方 调味料提味去腥 锦上添花 不用中药粉或是五香粉 宣冰夺主 你要食材新鲜 东西做出来就很甘甜 对 比例对 过程对就OK 一般的汤包要饱满多汁 靠的就是猪皮冻 但对小笼包来说 猪皮冻蒸过之后出水太多 容易让包子皮软烂 十年前周云云和妈妈 摸索出克服方法 在拌料时直接加水 让包子肌肤保湿 虽当当又不会吃搭搭 这样它长得柴 对 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旧食这样 加太多它的味道就跑掉 而且它的质地就不扎实 最后撒上新鲜葱花 增加天然新香 内涵饱满的小笼包馅料完成 另一头中筋面粉不加发粉 用老面当影子 要打出咬尽十足的包子皮 老面会有香气啊 会有一种香香甜点的 还得随时加水避免面团变干变硬 一年四季随着天气变化 照着温度计做调整 除了经验二字还有标准SOP 那温度增加一度 水大概多个五十一百这样 周云云说姐弟三人刚好轮24小时 当初开始轮班的时候有客人反应 不同时段的包子吃起来不太一样 让他们发觉经验必须统一 于是一再实验抓出最佳的经验法则 加以量化 让品质24小时没有一分的差池 打到你听到那个面底是滑的 听到那个声音是 啵啵啵的声音就好了 就像这样子 它是很光滑绵密的这样子 那很有延展性的 这么会做包子 其实跟家庭的成长背景有关 爸爸是祖籍江苏的职业军人 妈妈花莲本地人 周云云是标准的乌亚寒籍 春春大家庭长大 家里经常有包子馒头可以吃 以前是嫁妇人才嫁妇人 我也是嫁妇人才嫁妇人 我都要嫁妇人 将近七十岁乐观开朗的周妈妈说 周爸爸退伍前担任副连长 常常跟着部队移房 一年当中一半的时间不在家 民国五六十年代 军人的薪水只够养活一家大小 周妈妈为了贴补家用 六十四年开始 和孩子的外公 在花莲公正街转角 骑楼摆摊卖包子 人家都问我 我问你怎么保养 我说要吃作家的东西 他就是要吃这个 就是永远就这样 要吃你家的 对对对 所以你娘的包子 我说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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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外甥包子融合 台湾人喜欢的围甜口味 正对花莲人的味 包子一卖四十年 是在地老饕的最爱 人家会想我 我周妈妈你都没有来 他想你 人家会想你 真的 我给你了 除了包子有名声 周云云家的肉羹 也颇受好评 猪后腿肉鲜和酱汁 一起打得火热 油肠酥增加香气层次和口感 一方面让它的酱料 吃到里面去 一方面也要再增加它肉的弹性 一条条的瘦肉真材实料 再倒筋肉浆裹在表面 让内外兼具 它更有层次 一方面它是Q彈 会把那个味道包在里面 最后下水汆烫成型 新鲜肉羹就接近完成 新鲜肉羹就接近完成 来 里面坐来 要不要在那里用 内馅面皮在楼上准备完成 就可以在外场工作台上 stand by 现包现卖 是新鲜最好的广告宣传 厚度大概 两个小米吧 你不能太薄 太薄的话你皮 皮的话它的汤汁会陷出来 会不漂亮 太厚的话你都是肉 都是面皮啊 四十出头的周云云 做包子超过三十五年经验 五岁的时候就开始 帮爸爸妈妈擀面皮 工作当作游戏 闭着眼睛也没问题 我从国中就非常不想说 因为小时候都帮忙到会胖 长大了你觉得这个东西是 爸爸妈妈的传承 小时候不懂这个 父母也年纪大了 那就让爸爸真觉得不好 这是我擅长 而且是我喜欢吃的 十二折一个漂亮螺旋 十秒钟捏一个小笼包和蒸饺 比客人的嘴还快 认真做了四十年 名气人气跟蒸笼喷发的蒸汽 一样强强棍 不只在地人爱吃 还吸引了不少行阿来的观光客 以往我们吃到的肉羹 可能是果粉的 然后这边是用肉去沾一点 我不知道外层是什么粉 可是它吃起来很滑顺 然后有感受到肉的滋味 连对岸游客都带着美食地图 按图索记而来 这家包的还挺好吃的 我们比较了一下 包括那个是鼎泰峰 台湾的鼎泰峰我们也吃过 这个是不比鼎泰峰差 口感非常好 做工非常的质量好做工 面这些原料用功的比较好 你也来吃了三次 来的三次 公正街招牌美味经过客人认证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四十年的美极功夫 有些观光客不知道我们是老店 从公正街进来 看到我们在里面第二间 也是卖小红包蒸饺的 他就说三代板 我心里都一直说 我从五岁卖到现在 怎么会三代板 我们才是正宗老店 原来民国八十年左右 周云云家的店面被房东收回去 挖起另一块招牌做一样的生意 公正街包子的名声 也不再由周家独享 以前大家都说公正街的包子 公正街的包子 所以才说公正包子 一点都不公正 笑说很多事情不一定有公正 周云云和妈妈 其实不在乎自家 努力出来的好名声 变成公共财 反而认为群聚效应 有钱大家赚也不错 只希望有一天 能够摆脱山寨形象 获得平反 而四十年老招牌也有新通路 靠着宅配订单 赚遍全台湾 还吸引便利商店 上门谈合作 未来不只掌掌掌花工 还要继续为了公正的评价 而打拼 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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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吧